對大家來說會覺得你講假的機率比較高嘛 那另外是你看在馬力波的部分 請問炮轟有停嗎 到今天為止最新的 我們看到跟馬力波有關的訊息裡面 還是在激烈交戰當中 而且馬力波也沒有完全的淪陷 現在是這樣 馬力波旁邊的部分是俄軍所佔領 但馬力波的市中心的部分 還是亞述營在裡面 而且他們是用游擊的方式 一組一組出來打 所以到今天為止 亞述營還是有公布 他們在馬力波的戰果 他們依然有打爆俄羅斯的一些戰車的狀況 那也有擄獲的狀況 所以馬力波還在交戰當中 那我請問你 馬力波的交戰在和談之後仍然有戰爭 這樣算是撤出嗎 當然不算嘛 而且照理說你若要談判 你應該要全面停火 但是談才是真正的談判 所以我們才說這個談判不是真談判 因為你是北部的戰場打不下去 你才會用撤出這兩個字 而且你看到對烏克蘭來講 從總統到烏克蘭的記者 都告訴你一件事情 他們根本不相信普丁的 這個所謂的撤退是講真的 他也不相信你講的所謂的 減少軍事行動是講真的 他們認為你這有可能是怎樣 假裝要談判 事實上你還繼續在開火 而真實上還是真的在開火 所以你看那個尼古拉耶夫的地方 他還是出現炮轟的情況 而且尼古拉耶夫說真的 就是現在對俄羅斯來講 這個地方很尷尬 為什麼 你如果真的要撤出的話 你在尼古拉耶夫跟赫爾松的戰場 你還會在這邊做大外宣的動作嗎 你不會嘛 而且我們也看到的是在這邊 俄羅斯的軍隊跟烏克蘭的軍隊 在赫爾松戰場仍然有交戰的情況 所以在烏東跟烏南的部分 都有交戰的情況之下 現在只證明一件事 烏北是你們自己打不下去 所以你在這個地方說你撤出 但真實的狀況 你現在是被迫離開 而不是撤出 所以這一場談判才會讓大家認為說 你這裡面呢 有可能有那個假談判 但是真交火的未淡在裡面 所以真實的狀況 今天還有一個講法 講什麼呢 講說盧布的幣值 現在看起來稍微回升了 所以才有人說盧布幣值的回升 會不會是普丁感受到經濟壓力 所以釋放出和談的訊息 因為和談訊息出來 最直接受惠是什麼 就是你看到股市受惠 然後看到盧布受惠 但是如果這個戰事 如果是你的談判是談假的的話 那後面戰爭在持續 經濟制裁在持續的話 那顯然對俄羅斯來講 這絕對不是正面的事情 來美美姐 怎麼看這樣一個最新發展 大家覺得俄羅斯在玩假的是 因為過去共產黨 俄羅斯常常玩的 就是打打談談 那前幾回合談判 也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時候不排除 就是因為他 其實第一階段 已經到強弩之末了 他的補給線又拉太長了 他連基輔北邊 他都要打 不可能的嘛 所以他要把兵力 轉移到烏東這一帶 那他利用這個 所謂我釋放 我要談判的煙幕彈 我來補給我的陣線 那麼將來他還是會集中 不管是說是在馬利坡 乃至於頓巴斯地區 那否則的話 請問一下 已經死傷了這麼多人 我怎麼交代呢 我不拿個戰果 我普丁的政權 能夠穩定嗎 那你看他轟炸 還在繼續嘛 甚至於他常炸的地方 大家注意看哦 是有包括武器庫 油庫 彈藥庫 這都兵力的所在 也就是說他現在 兵不堪再折損 已經死了十幾個指揮官了 所以呢 以火力代替兵力 兵力猛轟 然後我繼續維持這種高壓 振折 那我要取得戰果 只是我把它集中在 烏東地區 但是另外一派說法是說 可遇等於可行嗎 我想這樣我就能嗎 俄羅斯現在面臨的 真的是幾個難題 第一個難題 大家知道吧 他的這個經濟制裁 真的是非常厲害 蘆布大扁 民生凋敝 外資撤走 他現在已經慘到 什麼樣的地步 不要說他們平常喝的 什麼星巴克 什麼什麼麥當勞都沒有了 我們醫藥總需要用吧 中江你知道多慘嗎 他們已經 這個80%吧 好像40%的 這個胰島素都已經不夠了 你糖尿病人怎麼辦 對不對 然後藥品缺了80幾種 所以人民都已經要活不下去了 民怨確實有在沸騰 再來就是說呢 最後我要講 拜登 他最近講了一句話 失言 嚴重失言 他們說拜登不說普丁不應該再掌權嗎 這西方國家都說這個不太多吧 然後美國出來說不是這個意思嗎 他是對於出於這個對這個普丁 這個沒有人道的這種憤怒嗎 可是你知道嗎 相反的從另外角度講 普丁是剪刀槍 怎麼說你知道嗎 這個時候他大可以跟俄羅斯人民說 你看美帝在干預我們 還想推倒我們 我們的國家跟我們自己管啊 他反而可以煽動民族主義 來讓他來順勢權力長得更穩一點 那順勢有個下台階 所以為什麼才會說出來 就是說 這個 烏克蘭不加入北約 然後克里米亞留待15年之後 那也給普丁一個下台階的 然後現在只剩下說 還有中立化這一點的話 其實就是給強國面子 強國來做保證 這個也可以達到共識的 那只是說頓巴斯地區 這個地方的話 最後有沒有可能 這就是為什麼要不斷的炮轟 為什麼我掌控如果說我把馬力波這個城市 我都可以拿下來 注意哦 馬力波市長前幾天說什麼 他說他市民十幾萬人要大撤退 對不對 我請問你撤退後是不是等於空城 那是不是俄羅斯就掌握了這個地方了 掌握了這個地方的話 是不是亞蘇來這邊我交給你經營 俄羅斯應該是撐不下去 所以現在接下來 我的評估啦 談判的進展 應該會越來越壞 因為俄羅斯也需要一個台階下來 而現在烏克蘭感覺上 也願意給俄羅斯 一個不損極主權的台階下 也許這個談判 會比我們預期的 快一點也進展